好 我們來順便問一下 無尊你到底有哪一些身體的問題 讓你好尷尬 最基本的 好 兩樣 先從胡臭開始 對 那就以前剛出道的時候 有跟一群那個女團在練舞 因為我以前很常就是腳濕濕的 就因為鞋子可能比較 比較容易進水 所以我想會不會是我腳的那個異味 結果後來想一想發現 好像不只腳的異味 後來發現就是 腋下好像也有一點點的異味 但為什麼我會發現呢 就是我們現在練舞的時候練一練 因為那個空間很悶 那因為有些衣服它是有膠的材質的 那個膠的材質它容易會就是 把一些汗水給吸進去 然後你洗的時候其實也不容易洗乾淨 所以它的味道就會殘留在膠的上面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練團的時候 就發現開始有女團的人 就開始把頭髮這樣拉到鼻子前面 而且是兩邊都這樣拉的 拉下來有沒有 它會這樣 這個表情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有點怪異 那我自己也聞到我身上的味道 我想說 有腳 又有狐狸味 我想說尷尬 糟糕了 這個二合一這樣子 對 然後開始就慢慢從 第一個頭髮的 第二個 第三個衣服拉上來 第四個 一個比一個誇張 對 然後最尷尬的是 有一個舞 因為那個舞就是 需要從我腋下轉過去 我手要舉高 哇 我那時候 好殘忍 老師說 無尊手要舉高 手要舉起來 然後當老師這樣講的時候 就是很明顯 你會覺得天啊 怎麼會這麼尷尬 往後退 就是往後退 然後我手 沒有不敢 然後他們說 很不論 然後這個是 就是那個時候練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到這麼的順 所以 後來也沒有到表現得非常好 但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導致可能工作表演 沒有到這麼的順利 所以我覺得是滿 心裡的陰 對 那有一次酒局的故事呢 我跟你講就是有一次 這個也是滿尷尬 就是 大家去KTV 唱歌 然後小酌 那小酌 因為有些就是酒量可能不好 小酌個幾杯 紅酒下肚之後 就可能就是 酒量沒那麼好 就開始有點醉了 我說兄弟 我愛你 就是我們要一起努力 賺大錢 然後怎樣 然後就一個 他說 我也愛你 我也愛你 然後我們就一個 大大的擁抱 然後擁抱的時候 大概動作是這樣 我示意一下 我說因為他是做什麼 我說我愛你 我就這樣 你不嚇死了 陳真嚇死了 就是了 陳真還好嗎 趕快露頭髮 露頭髮 對 就抱他嘛 他就 尷尬耶 立刻吐出排泄物 然後因為他喝醉酒 人家說酒後吐真嚴 他就這樣 我說你怎麼吐了 他就 我說什麼 什麼好臭 我還沒想到 然後我說怎麼了 他就 然後是整個局 因為那個局有男生有女生 然後所有人都聽到 然後大家是一陣安靜 然後剛好要切下一首歌 所以也沒有音樂 然後整個現場 好尷尬耶 尷尬 不是 你剛剛問醫生 除了這個藥物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改 對 像這樣子的胡臣味 因為我知道的話 好像有可以做手術 去把這個弄掉 但是這個手術 不知道會不會有後遺症 我們其實 汗原本自己是沒有味道的 但是在我們的腋下 就是我們有一個俗稱叫大汗腺 那它分泌的汗 是會比較稍微濃稠一點 那當這個汗 又跟我們身上 原本就有的細菌 混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它們會分解發射 就會發出像這個胡臭的味道 胡臭上有分兩種 一個就是可能要靠近你 你才 別人才會聞到的那個臭味 那有一個是你一進到這個房間 那房間所有的人 都有聞到的時候 那其實這個 因為真的會滿影響社交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 這種情形還是可以 治療一下 去拜那個 胡仙 要去陽明山 因為你 這個有時候也是因果病 你們可能得罪胡梨精 有這樣子嗎 有 證願長拜胡仙有用嗎 趕快撇清關係 會不會是我遇過太多胡梨精了 你不是獸醫 來 接下來 還有呢 接下來是 因為這個 我有Torres症 這個是遺傳 對不對 這是一個遺傳的症狀 然後因為可能有些人 可能對這個症狀比較不了解 你用這個機會讓大家 對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 Torres症 他有分輕微中等跟嚴重 那我算比較輕微 輕微就可能是這樣 擠眉弄也弄一弄 身體動 身體有時候會動一動 但那是不自主的 對 他是 其實也是有意思 但你就想這麼做 對 然後還有稍微嚴重一點 是有些人會這樣 就是 這樣子 然後或是會帶一些髒話 三字經 他會有一個放電 會讓你就是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有比較沒辦法控制 如果嚴重有點這樣 但是因為我的 會不舒服嗎 是還好 就是你就會想這麼做 那因為我大概 我那時候醫生檢測出來 差不多只有20% 10到20%左右的 蠻輕微的症狀 然後這個時候 但是我就是常常會擠眉弄眼 但因為我就覺得我是血腥 我好像也沒有什麼包袱 所以我在節目上 其實也不會刻意的避 或者是我今天去工作的時候 我也不會太刻意的去避 對啦 以前不知道的時候 就只是單純認為你表情多而已 對 或是覺得壞習慣 小時候媽媽就會說 你跟哥哥都有一樣的壞習慣 結果我跟哥哥都有 所以有些時候 可能媽媽對小孩的管教 其實有些時候 你要稍微看一下 他的這些壞習慣 是不是一直重複重覆的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一次我去開會 那個時候尾牙前 都會開一些會 然後就跟廠商 就是有在 就是在對內容 然後對內容的時候 那個廠商就是 因為我就會這樣 就是會這樣眨眨眼 眨眨眼 然後聊到後來 他就說 他就跟我經紀人講說 你們家藝人 你幹嘛一直對我拋媚眼 這樣真的很不好意思 怎麼樣 對 你就拋媚眼 然後我經紀人就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因為我經紀人不知道 我想不想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經紀人就笑而不答 就看著我 我說 我這個是 就是眼睛會這樣子 然後現場那個氣氛 整個凝結到幾點 他直接就是站起來 跟我道歉 說對不起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就對 然後我就只要緩和那個氣氛說 沒有啦 其實我 對 就稍微緩和一點 尷尬 對 然後費用就往上提升 這很重 這場尾牙主持起來什麼 主持一場等於主持兩場的感覺 有附帶 對 他參加遊戲節目的時候 對 還有遊戲 那個我之前錄那個運動節目 就是全明星運動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個拔河 但因為我Toray是正 其實那個時候也是滿尷尬的是 我不只是有時候沿滅 有時候手 我會習慣這樣轉來轉去 所以有時候看我在運動會的時候 其實手會這樣習慣這樣轉來轉去 對 那那個時候我印象深刻是 我們要去拔河 那拔河因為我頓位最重 然後我以前練田徑 所以我的腿力最強 所以我是站最後一個 那最後一個必須要 繩子要背在身上 繞過你的後背 夾在腋下 然後雙手要這樣子握著 那因為我有Toray是正 所以我想說 因為裁判正常是各就位 預備 他手會這樣 預備 然後等個0.5秒到1秒 Go 然後你才會開始拔 然後我想說他就 各位各位 預備 我想說因為我以前練田徑 知道他那個時間大概是多長 所以我想要趁這個0.5秒到1秒 拖一下 然後就在我拖一下的時候 就這麼小一拖 他手直接就下來 因為他是各位各位 預備 Go 他是沒有那個 那個的 我就正在拖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被我往前拉 就飛走了 然後拉拉拉 我就飛走了之後 不行 然後我不行 趕快拖 趕快抓著繩子 然後開始拉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播作畫面是 我手那邊一直在轉 然後開始拉拉拉 然後最後還是贏了 差點輸 然後後來贏了 贏了之後我就跟裁判說 裁判不好意思 我有拖瑞士症 你哥就會預備 可不可以不要喊這麼快 我可能需要拖一下 然後裁判也 裁判也蠻傻眼 說喔有這個症狀 喔好好好 還跟他理論一下 然後他就哥就說預備 他就先瞄我一下 然後我就拖拖拖 拖完了 他就Go 就會稍微這樣子 對 但是其實 後來這個 因為我前面是楊祁鈺 楊祁鈺說 你為什麼直接一開始被拉走 我說我在 裁判 裁一下 裁判 然後其實也有點小尷尬 因為我差點害全隊輸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症狀也是會 稍微有點造成我的一些困擾 這個也是要問一下 那個 我們這個 傅健康醫師 陳醫師 對 裁判試症 因為近幾年來還蠻受到重視的 對 因為有很多名人 藝人 你如果查維基百科 那個清單列下來非常多 對 也被稱之為 跟亞斯伯格一樣 天才病 帝王的基因 好像是這樣子 得那個鐵瑞士很多都天才 很多在各個領域表現得很優秀 這個是可以治癒的嗎 其實鐵瑞士症 因為在神經科還有復健科 都是非常常見 那這些小朋友其實都很聰明 他的智力是跟正常人是一樣的 然後現在就是 因為鐵瑞士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我就用這張板子可以跟大家說 他最常見的有四大診斷的一個依據 第一個就會 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動作 就是剛剛吳尊說的 然後可能就是有時候 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會覺得說 這個小朋友怎麼那麼調皮搗蛋 那第二個的話 他會不自主的發出聲音 或是罵三字經 然後或是親喉嚨 就 就是這樣親喉嚨 那為什麼發出聲音一定是 三字經而不是我愛你 這樣的 因為這是大腦不自主的放電 有時候他們沒有辦法控制 那為什麼他們會講三字經 因為通常三字經 都是人類學語言一開始學會的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 會先學這些比較 親喉嚨時期 第一次聽到的是三字經 不是 就是說語言的發展 就是說在三字經 通常都是比較容易學的 也比較容易抒發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人會學習 因為每個字每句都非常有力量 然後這一些的症狀 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通常都是小於18歲 在3歲到18歲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在國小的時候 老師有時候就會反映說 這個小朋友常常調皮搗蛋 上課常常發出怪神 其實都是很多的 妥瑞事證沒有診斷出來 那第四個的話 這些的症狀需要重複的 反覆的發生 持續一年以上才會的 那這些的疾病 其實是一個神經生理的疾病 就是一些大腦不斷的 不自主的放電 那其實他目前的原因 還是不明 有些人在討論說 可能跟遺傳有關 有些人可能是跟 後天環境有關 可是通常到成年之後 這個症狀都會慢慢的緩解下來 他這一些的症狀 讓大家不要覺得 他特別的奇怪 那除非是他有影響到社交生活 像我們復健科 可能會有一些感覺統合 然後還有一些的 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 那物理治療我們就是會 如果他的動作 特別的 不自主的太多 我們復健科 會有一些的動作控制 去減少他這些的動作 那通常都是這一些的怪聲 或是動作 有影響到你的社交生活 才是需要去治療的 那有 有藥物可以讓他症狀變輕微嗎 目前是有藥物的 可是大部分我們都會藉由一些 感覺 感覺統合 感覺控制 還有一些行為控制去治療的